《创世纪》第31章 雅各听见拉班的众子谈论说 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 他这一切财物都是从我们父亲的财产那里得来的 雅各也注意到拉班的脸色 对自己不像从前那样了 那时,耶和华对雅各说 你要回到你列祖之地 到你的亲族那里去 我必与你同在 雅各就派人把拉杰和丽雅 叫到田间的羊群那里去 对他们说 我注意到你们父亲的脸色 对我不像从前那样了 但是我父亲的神与我同在 我尽了我的力量来服侍你们的父亲 这是你们知道的 你们的父亲却欺骗了我 十次更改了我的工资 但神不容许他伤害我 如果他说 有斑点的算是你的工资 羊群所生的全部都有斑点 如果他说 有条文的算是你的工资 羊群所生的全部有条文 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 有一次羊群交配的时候 我在梦中举目观看 看见爬在母羊身上的工山羊 都是有条文 有斑点 和有花斑的 神的使者在梦中对我说 雅各 我说 我在这里 他说 你举目观看 所有爬在母羊身上的工山羊 都是有条文 有斑点 和有花斑的 因为拉斑向你所做的一切 我都看见了 我就是伯特利的神 你曾经在那里 用油膏过石柱 又在那里 向我许过愿 现在你要启程 离开这地 回到你的亲族那里去吧 拉结和丽雅回答雅各说 在我们父亲的家里 我们还有可得的份和产业吗 他不是把我们看作外人吗 因为他把我们卖了 吞没了我们的身价 神从我们父亲夺回来的一切财物 都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的 现在神吩咐你的一切 你只管做吧 于是雅各起来 叫他的儿女和妻子们 兜骑上骆驼 又赶着他所有的牲畜 带着他所得的一切财物 就是他在巴旦亚兰 所得的一切牲畜 要到迦南地 他父亲以撒那里去 当时拉班捡羊毛去了 拉结就偷了他父亲的神像 雅各瞒着亚兰人拉班 没有告诉拉班 他将要逃走 于是雅各带着他 所有的一切逃走了 他启程渡过了大河 面对着激烈山走去 到了第三天 有人告诉拉班说 雅各逃走了 拉班就带着自己的众兄弟 追赶他 追了七日的路程 才在激烈山 把他们追上了 当天晚上 神在梦中 来到亚兰人 拉班那里 对他说 你要小心 不可与雅各说什么 拉班追上了雅各 当时雅各已经在山上 支搭了帐篷 拉班和他的众兄弟 也在激烈山上 支搭了帐篷 拉班对雅各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你瞒着我 把我的女儿们 当作战俘一样带走了 你为什么暗中逃走 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使我可以欢欢喜喜地唱歌 吉谷 弹琴 给你送行呢 你又不让我 与我的外孙 和女儿亲嘴 你所做得太糊涂了 我本来有能力 可以伤害你 但昨天晚上 你们父亲的神 对我说 你要小心 不可与雅各说什么 现在 你既然可想你的富家 一定要回去 为什么又偷我的神像呢 雅各回答拉班说 我逃走是因为我害怕 我心里想 恐怕你会把你的女儿们 从我的手中抢走 至于你的神像 你在谁身上搜出来 那人就不该活着 你当着我们众兄弟面前查一查 如果在我这里 有什么东西是你的 你只管拿去 原来雅各不知拉杰偷了神像 拉班进了雅各的帐篷 丽雅的帐篷 和两个卑女的帐篷 都没有搜出什么 于是从丽雅的帐篷出来 进了拉杰的帐篷 拉杰已经把神像 放在骆驼的安下 自己坐在上面 拉班搜遍了帐篷 但没有搜出什么 拉杰对他父亲说 求我主不要生气 我不能在你面前起来 因为我正有女人的惊奇 这样 拉班彻底搜查了 也搜不出那神像来 雅各就生气 与拉班争吵起来 雅各则问拉班说 我到底有什么过犯 有什么罪恶 你竟这样急速地追赶我呢? 你已经搜遍了我所有的家具 你有找到你家的东西没有 可以把它放在这里 在你我的众兄弟面前 让他们可以在你我中间判断一下 这二十年来 我与你在一起 你的母绵羊和母山羊没钓过胎 你羊群中的公羊 我没有吃过 被野兽撕裂的 我没有给你带回来 都是由我自己赔偿 无论白天偷去的 或是黑夜偷的 你都要我负责 我白天受尽炎热 黑夜受尽寒霜 不能入睡 我经常是这样 我这二十年 在你的家里 为你的两个女儿 服侍了你十四年 为你的羊群 服侍了你六年 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资 如果不是我父亲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萨所敬畏的神 与我同在 你现在必定打发我空手回去 但神看见了我的苦情 和我手中的辛劳 所以 他昨天晚上责备了你 拉班回答雅各说 这些女儿 是我的女儿 这些孩子 是我的孩子 这些羊群 也是我的羊群 其实 你眼所见的一切 都是我的 但我今日 向我的女儿 和他们所生的孩子 能做什么呢 来吧 现在我和你可以立约 作为你我之间的证据 雅各就拿了一块石头 立作石柱 雅各又对自己的众兄弟说 你们把石头堆聚起来 他们就把石头拿来 堆成了一堆 他们又在石堆旁边吃喝 拉班称那石堆为 伊加尔萨哈杜他 雅各却称那石堆为 加累德 拉班说 今天这堆石头 是你我之间的证据 因此 它名叫加累德 又名叫米斯巴 因为拉班说 我们彼此分离以后 愿耶和华 在你我中间见察 你若苦待我的女儿 或在我的女儿以外 另娶妻子 虽然没有人在我们中间作证 但你要注意 神就是你我之间的见证人 拉班又对雅各说 你看这堆石头 看我在你我之间 所树立的石柱 这堆石头就是证据 这石柱也是证据 我绝不越过这石堆 到你那里去 你也绝不可越过这石堆 和石柱 到我这里来害我 但愿亚伯拉罕的神 拿赫的神 就是他们父亲的神 在我们中间判断 雅各就指着 他父亲以萨 所敬畏的神启示 雅各又在身上献祭 叫了自己的众兄弟 来吃饭 他们吃了饭 就在山上过夜 拉班清早起来 与他的外孙和女儿亲嘴 给他们祝福 然后拉班离开那里 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来吃饭 来吃饭 来吃饭